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 本月底访岗三天 三场公开活动五千多张门票 开售不足四十分钟授请 国家队在巴黎奥运取得四十面金牌 是例来参加境外奥运的最佳成绩 多名金牌选手本月底访岗三天 三场公开活动五千三百张门票 上午十点经流动城市网上获电话发售 其中八月三十一号上午 跳水及游泳的示范表演 一开售已经显示有一万多人排队 要等超过一个小时才能进入售票页面 大约半小时后率先显示门票授请 同日上午的羽毛球体操乒乓表演 以及八月三十号晚的大会演门票 页面一度显示无法登入 之后显示要轮后一至两个小时 高峰期有四万多人同时抢票 最后都在不足四十分钟内授请 至于电话购票 打了很多次都是无法接通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大型比赛或者会演 考虑已抽签形式售票 可能有些长者其实他都很想看的 希望日后都有一些方法 可能有可能让到一些长者 都可以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都是可以去买得到 有时候我们打电话 可能都会告诉你听 你现在排在排的 可能你已经进入了那个系统了 但是你现在排在排队 排在排在排多少位 可能你已经排在排到三万多的 你都大概知道 可能都未必可以的 这次售票采取实名制 成功购票的观众需要在活动日之前 到各城市售票网售票处领取门票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港铁庆祝通车四十五年 改装了一列复古主题列车 主题列车车头 换上新一代载客列车 红白色的标志性设计 配上港铁前身 通车初期地铁标志 部分车厢还装有波波扶手 经典橙黄色的车厢天花 也都换上怀旧照明等等 让乘客感受七八十年代 第一列列车第一代列车的感觉 复古列车下午在彩虹站首行 一批铁路迷专程来承搭 这一列列车年底前 会行走多条市区线 澳门行政长官贺一成 不再竞逐连任 有澳门商户希望新特首 延续派遣等惠民政策 关注博彩业团体期望 新一届政府开拓国际客源 67岁的贺一成 2019年上任特首 任内面对新冠疫情 澳门旅游业和博彩业大受冲击 今年首半年 旅客回升到逾1670万人次 只及疫情前八成 至于博彩业 贺一成曾表示 要改变博彩业一夜赌大 需发展多元产业 近年通过修订博彩法 最多发六个赌牌 赌场贵宾厅亦需转型 首期个月赌收于1300亿澳门元 按年上升三成六 恢复至疫情七成六 有关注博彩业的团体制 近年赌收平稳增长 但旅游模式转变 豪客大幅减少 他指博彩业员工薪酬和人手 近年都未有明显增幅 希望新一届政府 能够对界界提供更多支援 也有商户希望新一届政府 能延续派遣政策 澳门行政长官选举10月13日举行 而候选人提名期已定了由下周四开始至9月12日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梁建强报道 去年三月在北京被拘留的日籍药厂员工被内地检查部门以间谍罪起诉 外交部表示内地检查机关依法对有关日本公民涉及间谍罪案提出公诉 指中国是法治国家将保障当事人各项合法权益 为日本驻华领事官员执行领事职务提供便利 希望日方教育引导国民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共同社报道 安斯泰来制要表示 由于案件进入法律程序 不便进一步评论 报道指涉案的50多岁日籍男子是中日商会高层 去年三月回国前被中方拘留 同年十月被正式逮捕 美国总统大选沃尔兹正式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前总统克林顿以及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亮相撑场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来到第三晚 副总统贺锦麟的竞选拍档沃尔兹压轴登场 正式兼纳提名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60岁的沃尔兹2019年起出任 明尼苏达州州长 在霍赫锦丽推举前部为人熟悉 他曾在国民警卫队服役24年 但被外界指多年来从未征战沙场 沃尔兹这晚只发言十多分钟 他说生于小城市反而让他更懂得互相照顾 又自嘲无政治背景 无钱反而是他的竞选优势 沃尔兹又点名批评特朗普若成功重返白宫 未来四年只会更差 赞扬检察官出身的贺锦丽 懂得为人民服务 呼吁民众投票给他 如果您的家庭或是一家庭 或是一家庭的家庭 多民党重量级人物继续为贺锦丽撑场 现年78岁的前总统克林顿 除了赞扬现任总统拜登有担当 也懂得适时退下来 呼吁民众应记得拜登的好 美联社指 克林顿的状态已大步如前 除了讲话期间不时停顿 左手还会手振 他甚至两度读错贺锦丽的名字 但年事已高 无阻他为贺锦丽拉票 所以在2024年我们有很明确的选择 似乎我看来 Kamala Harris为民族 和另一个人 他证据甚至更多 than the first go-around that he's about me myself and I I know it's one I like better for our country 紧接出场的众议院前议员佩洛西 称与贺锦丽相识多年 又花了很大篇幅 谈及2021年国会山庄骚乱的事 January 6th was a perilous moment for our democracy never before had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贺锦丽这晚并未上台发言 他将于周四最后一天大会上正式接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 无线电视记者戴科会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的基金会 在新疆推出计划 改善0至3岁农村儿童早期健康和教育 背后靠一群少数民族家访员奔波 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培训的呢 叶志华去看过 这些精致的玩具全部出自他们的巧手 这群生活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姆乃县的家访员 每次出动之前都会进行集体备课 汇报家访进度 也有模拟训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吉姆乃县展开 针对0至3岁幼儿的早期养育计划 会招募县里的家庭主妇 并培训他们成为家访员 目前已经有大约30人 他们不少是哈萨克族 每人有10多个学生 平均每个月可以领取1600元人民币津贴 冬天还会有3到4个月的高含补贴 每个月500块人民币 这位读导员以前是幼儿园老师 她逃出鬼门关后成为家访员 重新投入自己热爱的工作 努儿鼓励是认识自己孩子的家访员后 决定加入 至今已经7年 现在负责跟进10多个孩子 希望其他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受贿 我们家孩子也是 以前也是那一项 然后不会表达什么 然后后来加放了三年以后 她在幼儿园又游秀 然后幼儿园毕业的那一天 她也当了那个啥 小小伯抱怨 她现在也是挺火爆的 不害怕 可以当主持人了现在 都是老师的 家访老师的功劳嘛 儿童的她的那个发展 她的大脑的发展 是往往是根据的 就是来来回回的那个关系 那个交流 那这样子就等于 我们现在有一个词 就发球回球 娃娃她开始很小的时候 她还不会说话 可是她会咿咿呀呀的 或者她用眼神 给母亲的观察 计划也会定期 举办亲子活动 家访员也要一起参加 这类的亲子活动 每个月会举办两次 可以让家长带着孩子 出来联络感情 和认识新朋友 有时候会有唱歌跳舞 有时候也会有 讲故事的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 叶志化在新疆阿勒泰报道 看看本港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 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 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 日间部分时间 有阳光以及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 星界再高一两度 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 现在气温30度 相对湿度76% 空气制宿 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3 强度是中等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